大家好,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是人称代词兵格 首先我们看一下,这个兵是兵语,也就是它作为兵语 格是格式,所以说人称代词兵格 就是这个人称代词作为兵语的时候的一种格式 来,比如说我们看,常见的比如说有你作为兵语的时候 用这个you来代表它,要我,如果是作为兵语的话,用这个me 然后他,用这个him等等,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一个句子 来看到第一个,he gives me a book 意思是他给我一本书,那在这里呢,这个me这个词 就是我嘛,就作为兵语的,所以说在这里用的是这个兵格 用的是兵格,me是兵格形式 然后第二句,you can help them 意思呢,是你可以帮助他们 那在这里呢,这个vem这个词啊,就是作为这句话的兵语啊 所以说用的也是兵格形式,vem 那类似的啊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,常见的一些兵格有哪些呢 比如说代表你或者你们的时候啊,这个兵格呢,都是you啊 都是一样的啊,然后呢,我的时候呢,是me啊,如果我们作为兵语的话,就用这个os的,不太一样 然后呢,是男他作为这个兵语的话,就用这个him啊,如果是女他呢,就用这个her啊,或者说这个他,对不对 用的是it,那他们,对吧,不管是谁,是他们啊 比如说男的,他们的,他们的,他们的,都是用这个vem,这个词作为一个兵格 好,以上的话,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啊,这个兵格了,对吧 大家呢,可以去了解一下,非常的简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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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